这才是荒野生存大牢 玩泥巴都能造出单身套件 别人三天饿酒炖它考虑吃到面 大壮今天想搞点仪式感 直接开始搞艺术 收集家门口过过的书题画笔画 先做稿式的工具毛笔 将草叶子捣碎丝成条 放入加湿的桃碗里 泡软后抽出草叶子 放在石头上磨层 撕成更细的毛条当笔毛 用石刀砍一截草杆子当笔身 用笔身对比测量笔毛的长度后 再用石刀下手割断笔毛 然后直接用草叶子捣出 然后直接用草叶捧出笔毛和笔身 就得到了一根自制毛笔 稍忘火堆 就可以开始炼化树皮 将桃碗里的树皮受热搅拌好 放到火堆旁继续加热 可以看见里面有树枝已经融化 等到火堆的火自动熄灭后 将桃碗直接放到火堆上加热 碗里的树枝已经完全融化 大壮用树枝搅拌开碗底沉淀的物质观察 怎么还怪香呢 大壮直接伸入手指挖了一勺塞嘴里 抱吃 还是当壁画原料吧 大壮不达草榜就直接用石头 在墙上下乱七八糟画 虽然不知道自己画的是什么 但是大壮觉得这是抽象艺术 直接画上去 细节处还要用上吃饭的镜子 一阵骚操作结束还是看不懂画的啥 看不懂就是高级感 接着大壮用碗里的树枝原料给壁画上色 每个缝隙都仔细地涂满 有了红色颜料填充 壁画开始出现生命力 果然看不懂的就是高级 大佬都在荒野生存搞起一种